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类是豪迈的 一类是香艳的 香艳的诗剧中最有名的当初十年一绝扬周末 赢得青楼伯姓名 杜牧是个官三代 爷爷杜佑曾经是三朝宰相 家族势力强劲的杜牧并不是一个顽固子弟 采花横溢的他深得风流而不下流的精髓 言计轻轻就闯出了偌大的师名 饮酒侠迹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风气 杜牧也不例外 挥洒 自如的杜牧在榴莲花丛中留下了不少邻居 很快就得到了晋青楼刷脸的待遇 赢得了风流失忍的名头 在杜牧身上发生过一个十年之约的故事 话说 杜牧在江西任职时曾经到浙江湖州游玩 湖州市长崔君素是杜牧的好朋友 听说杜牧压白很是激动 大才子啊 只要留下几手大作就能为湖州增赐不少 杜牧一到湖州早已发出青楼总动员的崔市长热情款待 宴席上 面对眼前的莺莺艳艳艳 酒精花丛的杜牧并没有看花眼 来了一句梅蚁 未尽善也 还不错 他没有特别让人心动的极品 崔君素很是沮丧 杜牧给崔君素出了个主意 举办一次龙州进度 这样全湖州的人都会出来观看比赛 这样杜牧就可以在观众中慢慢寻找心仪的美女 到了比赛的那天 果然是采气招展 人山人海 没什么文化娱乐生活的百姓们都走出家门 拥到江边观看比赛 大姑 娘 小媳妇也都花植招然的出门凑热了 耳边是小商小贩卖力的吆喝 眼前是让人目不暇接的桃红柳绿 杜牧的目光在人群中薛寻 饱餐秀色 但也许是杜牧的眼界太高 眼见得日头偏西 杜牧竟然没有碰到一个让她心仪的女子 终于 就在杜牧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位大妈带着一个十二 三岁的小萝莉 出现在杜牧的视野中 杜牧感叹道 此真果色 像成虚射尔 这才是真正的天香果色 和她相比 以前的都是雍之俗粉而已 杜牧很有些萝莉控的意思 相传拼拼鸟鸟十三语 豆蔻烧头二月初 就是她写给一个萝莉歌记的 杜牧派人请来这对母女 当面表示了自己的欣赏和爱意 表示要迎娶女孩 对于女孩还小的事实 杜牧表示以十年为期 十年之内 她必定会来做胡州的父母官 会允许小萝莉 如果十年没来 那么任由女孩嫁娶 杜牧向这对母女赠送了大量财 勿当做骗礼后 离开胡州 杜牧回到京城以后 多次外放为官 先后任职黄州 池州 牧州 就是和胡州没有缘分 胡州就是今天的浙江胡州 黄州在今天的胡北黄岗 池州在今天的安徽桂池 牧州在今天的浙江淳安 后来 杜牧的好友周池当上了在相 杜牧连续写了三封申请书 强烈要求振职胡州 忠于如愿 不过 距离当年龙州进度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杜牧也已经四十八岁了 杜牧来到胡州 痛心的发现 当年的美貌小洛丽 在三年前就已经嫁人 还生了三个小宝宝 当年的大妈面对杜牧的责任 理直气壮的说 不是我们不讲信用 我们苦苦等待了十年 都没有等到你 总不能就这么等下去吧 杜牧无言以对 又赠送了不少礼物 让大妈离开了 千辛万苦来到胡州 却是竹南打水 自怨自意的杜牧 只能感叹有缘无分 附诗一首表达自己失望的心情 这首诗就是探 花 自是寻春雪孝时 不需惆怅卷方式 狂风落尽深红色 绿叶成阴子满之 又过了两年 杜牧因病黯然离世 这个故事记载在宋代礼坊等人 编著的太平广记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